9月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恒勤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发布 为恒勤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勾勒蓝图 日前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伟兴 在接受中心社记者连线专访时表示 深度合作区的建设对粤澳两地的社会经济融合 是一个很好示范 深度合作区对澳门今后的经济发展 它提供了比较广阔的空间 同时又是澳门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平台 可以吸引人才 吸引一些科技 资金 利用恒勤的这块土地 把澳门的经济进一步的多元化 进一步得到延伸 同时也为澳门的居民提供了一个新的生活的空间 那么这样的话 有一定数量的澳门居民 以后可能就会生活在恒勤 那么恒勤和澳门今后通过公共交通 会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那么两地的制度 两地的公共福利 社保什么的都会进一步的衔接 所以这是一个两地经济发展 进一步融合的一个很好的示范 胡伟欣认为 恒勤粤澳深度合作区为澳门提供了较为广阔的腹地 提供更多土地给澳门发展高科技 中医药 文旅会展 现代金融等产业 协助澳门的经济产业多元化 深度合作区的设立主要是为了帮助澳门经济的多元化 那么澳门经济大家都知道现在比较单一 单一的就是靠博彩业 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受到了发展空间的限制 有了这个深度合作区澳门的发展的空间就会被扩大了 可以扩大到整个恒勤岛 所以呢这个恒勤岛就是澳门发展的今后的更大的空间 这里边呢可以发展高新科技产业 可以发展这个中医药产业 可以发展这个旅游会展的产业 也可以发展现代金融 比如说高新产业 那我们澳门大学有三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也有很多研究在高新科技研究方面做的很好的地方 这些呢都可以通过产协员的转化 为这个深度合作区提供新的这个经济 新的产业新的业态 胡伟星表示 恒勤岛澳深度合作区是一国两制下的新实践 相信岛澳双方共商共建共享共管的运行机制 对今后其他地区的合作发展也将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 比如说前海啊 这个深圳和香港之间的核套地区 广州和香港之间的南沙 还有这个现在这个珠海和澳门之间的这个恒勤 这些都是这个一国两制下 两地如何进行合作的示范区 那么现在恒勤这个 这个域澳深度合作走在前面了 他对其他几个示范区 对其他几个试点都会有启示的作用 我们在这里如果摸索出一个好的制度安排 新的模式 其他几个几个地方都可以这个效仿 怎么能有一个新的制度安排 使我们的各个生产要素 能够比较有效地结合在一起 能够产生出新的增长动力 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深度合作区 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 对我们大湾区的建设 对今后一国两制的行稳志愿 都会有非常深的影响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